国家银行终于公开回应令吉贬值的问题了 到底国行有什么好对策呢? 大家好,欢迎收看财经这日闹,我是主播宝新 一起来看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 美国基金的升息、马币和其他新兴市场的货币跌跌不休 在令吉连续在第九个交易日下跌之下 国家银行终于坐不住了 今天很罕见的针对令吉走势发表文告 国行总裁丹斯利诺珊西亚在文告里就强调 五国还是开放的经济体 与其重新实施资本管制或将令吉跟美元挂钩 目前的政策应该优先着重于 让经济在价格稳定的环境下持续增长 并通过结构性改革加强本地经济的基本面 国行也指出会继续盯着整个形势 确保金融市场稳定 对于国家银行今天的举动 中种社会经济研究中心执行董事李新玉点评说 这个时候发文告正合时宜 因为这样有助于稳定军心 他也相信国行不会出手干预令吉贬值 以免货币危机重现 所以人民只能无奈地承受令吉贬值的痛苦 来关注我国通货膨胀的新闻 我国8月份的通货膨胀在按年走高到4.7% 通胀率连续6个月往上攀升 其中涨得最多也是大家体会最深的食品价格指数 8月份按年上涨了7.2% 打破了之前一个月创下的最高纪录 今年7月我国整体通胀率是4.4% 食品通胀率则是6.4% 除了食品之外 8月份涨价比较明显的其他项目 包括有餐厅和酒店涨了6.4% 交通也涨5.2% 家具和家用设备则涨了4.3% 来看一则国际新闻 最新的全球金融中心指数已经出炉 这次新加坡超越了香港成为全球第三 亚洲第一的金融中心 这个由智库ZEAN Partners和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编制的 全球金融指数中心认为 香港是因为严格的防疫限制和人才外流 才导致排名下滑 同时新加坡预计今年迎来超过400万人的旅客 也举办了多项全球瞩目的经济、商业和体育活动来提升形象 排在全球金融指数中心前两名的分别是纽约和伦敦 而我国吉隆坡在119个城市里 排第56名 云生控股公布了第二季的业绩 该季的盈利增长54% 让半年的核心经历达到2亿5千万令吉 超出了市场的预期 肯纳格投行研究认为 这是因为两艘服饰生产出现油船 投入运作的贡献强劲 让这家油气工程服务公司交出了好业绩 行家还说云生控股在非洲安哥拉案外的一个项目领先其他对手 另外还有一个项目也在展开独家谈判 简单来说就是相信合约陆续有来的意思 因此把目标价调高到3令吉15仙 给出超越大市评级 来看下一只股项 联昌国际CNB正在努力加强环境社会和监管 也就是ESG框架和政策 但是MIDF投行研究认为 这家银行主要是努力在敲定框架 而不是付诸实际行动 它的ESG进度落后其他的银行 行家点出比起广泛而且不细致的目标 他们更喜欢看到银行能和客户针对减排工作互动的ESG实践 不过CNB42%的领导是女性 员工多元化和包容性政策 还是得到行家的赞赏 因此维持盈利预测买入品级和6令吉16仙的目标价 再看另一家银行 iPhone银行就快要完成脱售iPhone黄市资产管理公司了 这次脱售资产可以帮这家银行赚到11令吉 iPhone银行打算先拿这些钱来做贷款损失拨备 接着再用来支持贷款增长 最后才派发特别股息 新业投行研究认为 股东大概可以拿到每股11仙的分红 行家还指出iPhone银行接下来的增长目标有点激进 所以对该银行的中期前景有所保留 不过考虑到即将公布的特别派息很有吸引力 行家给出短线买入的评级 目标价定在20级45仙 看给大家看 请不吝点赞产